大家好,我是Stan 继伊南恩,伊金苏 Apli成员千万也在广卡上传了立场文 但是跟前面两次不一样,内容非常具体 因此也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但是网友们马上就发现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千万的立场文 为了解开Hungi的主张不是事实 所以才会决定上传这个内容 在准备出道的时候 Hungi常常以这里那里不舒服 而没有好好练习 也常常缺席重要的培训 虽然经纪人们都为了照顾Hungi而尽力 但是Hungi还是常常以很累而不练习 由于Hungi说很累 所以身为姐姐的我就会更加照顾她 Hungi也是依靠着我 但是一出道就发生了顾虑的事情 2018年8月25号特休的出道日 在我们要去Shop的时候 发现到Hungi突然消失了 我们不知道Hungi为什么会消失 心想这么重要的行程应该不会不来吧 就忐忑不安的一直在等待Hungi 但是在彩排结束为止 Hungi也没有出现 我们五个人在没有Hungi的情况下 结束彩排舞台后 非常焦虑的希望Hungi会回来 结果在音乐节目开始前 Hungi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一样 进来了休息室 就因为这样 我们成了音乐节目史上 首次出道不到一个礼拜的新人 擅自没有参加彩排的没有礼貌的女团 才一个礼拜就扣上了这样的标签 虽然被Hungi的这个行为吓到也伤心 但是身为姐姐就更加的照顾她 当时我觉得 只要我好好地劝导她 她应该会变好的 但是Hungi的那种行为变得越来越严重 只要有比较辛苦的练习 就会苦说这里疼那里疼 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或者是有镜头在拍摄的时候 才会微笑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之间练习的时候 就会说不舒服而不参加 成员们都因为Hungi的行为而疲累 但是没有像Hungi的主张一样排挤她 从2015年到2017年9月 成员们都不能使用个人手机 但是只有Hungi使用了个人手机 其他成员们只有在过街的时候才可以回家 但是因为Hungi的要求 Hungi自己是住在家里上下班 公司总是会配合Hungi的所有要求 但是Hungi总是因为很累而不来练习 可能有人会说 所以是因为这些理由排挤了她不是吗 不 我反而是更加照顾了她 我常常跟Hungi两个人在一起 Hungi一个人受到排挤 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在Hungi弟弟的爆料中 说到了紫菜爆饭事件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这件事情 在我们等待的车内 有紫菜爆饭跟粉丝们送的饮食 当时Hungi进到车内后 马上就皱起了眉头 在封闭的车内一直洒香水 成员们都说头很疼不要再洒了 但是Hungi却用非常攻击性的语气 大声的发脾气 我担心车外的粉丝们会听到 就对Hungi说了 结果Hungi就对我大发了脾气 而让我吓到 然后到了出演音乐节目的第二天 Hungi没有出现 导致音乐节目的行程也被取消了 过了几个月后公司才告知 当天Hungi去了急诊室 就是Hungi试图的那一天 我当时跟Hungi关系好 在Hungi的行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因为我的努力 能让她稍微有所改变 我想问一下Hungi 你总是说 我是理解你配合你的好姐姐 为什么现在要挑拨理解 把我做成让你很痛苦的姐姐呢 我真的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太委屈 一开始我还真的有想不堪 用不是事实的事情 当成是事实在散播 让这么多人痛苦受委屈 你却在YouTube IG看起来很幸福 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了 用这种聪明的方法 得到的人气跟关系 绝对不会永久持续 真相一定会解开的 我为了找到所有过去记录 修理了出道初期暂时使用的手机 当时接受的心理治疗记录 父母亲们的短信内容 对我的谣言都不是事实 之后会附上资料再解释的 在这个立场文刚上传的时候 因为内容都非常具体 所以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看影片的话 他确实是最照顾Change的成员 真的需要保持重力了 要再等待看看了 Change说的话可能是事实的话 钱文说的话也可能是事实 但是在立场文发表不久 就有网友查出了 钱文在立场文里说的 2015年8月25号 Change突然消失 没有参加彩拍的内容是谎言 因为在当天有拍到 Change跟成员们一起去音乐节目的记录 马上 钱文在广卡再次发文表示 有需要更正的地方 2015年9月11号 才是Change没有参加彩拍的那天 搞混了对不起 但是马上又有网友找出了 2015年9月11号当天下午5点 在官方Twitter上传的 Change的自拍照 就算让100部能搞混自己的出道日期 我们成了音乐节目史上 首次出道不到一个礼拜的新人 甚至没有参加彩拍的 没有礼貌的女团 才一个礼拜就哭上了这样的标签 这要怎么说明呢 为什么不马上公开证据 先失水温呢 竟然对被公司抛弃 还被提高的人说幸福 圈局真的是天才呀 不去练习也不去彩拍 在舞台上也是表演的这么好 太丑陋了 如果证据那么多 时间刚不发的时候 怎么没有对应呢 这个成员一直强调自己没有拍截 但是没有说别的成员没有拍截 我都觉得尴尬了 一直在关注网友们反应的且问 马上就发文解释了自拍照 彩拍之后到音乐节目开始 中间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应该知道 自拍是不需要很长时间的 为了想要告知粉丝们我的愿望 所以只要有疑问 我就会对应的 接着就有网友留言 圈局一直没有参加练习 不就是因为被拍截的吗 因为从练习程时期开始就被霸凌 所以不想要做Aプリ 但是公司强迫 所以才做了 这一连串的过程都是假的吗 对此切文也回复了 不是因为被霸凌 所以以健康问题缺席的 我没有欺负过他 我说的都是事实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网友们的反应都非常不好 但是也是有网友认为 切文都这么积极的在回复 一定是有他委屈的地方 所以对于切文的历程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室 有个亲股成员叶林 与Sobre Matisse Agency签订了专属合约 目前该经纪公司旗下有 通缸OP Honey Jackson 永杰等艺人 希望能继续听到其他成员们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迪士尼化的恨星们 好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